A3 如果你有A4的 A4可以怎樣用呢 因為我這一級裏頭 就是修復了一本平面書 另外就是報面書 19世紀中葉的釘章方法 如果你買回來這個書 沒有釘章方法 我們肯定就做一本19世紀的 是中葉的 另外做一本 就是把你們從第一級 到今天所學到的不同針法 釘章同一本 你就知道自己學到什麼針法 有兩本新書要做 這本就是幾種針法釘章 如果你用A4的都可以 因為這個不是A4的 這個是這個尺寸出來的 我沒有記錯 A4的你可以做 將A4的針對接 做這麼高 你的針還可以看得分配得更漂亮 所以你回去A4的針 這樣接來做這樣的 將所有針法釘在一起 A4就不要用影印紙 因為影印紙會爆紙的 脫紙質 如果不用書紙 就可以用小說紙 我這裡有小說紙 小說紙就大張很多 這個是120磅 是嗎 120磅 120磅 這個是小說紙 這個小說紙是芬蘭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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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